主席各位請教一下,侯友宜他們今天找金普聰來擔任他們進董的執行長 你對於這把刀還瘋不瘋利,你怎麼看? 這個金普聰當過駐美代表,當過國安會秘書長,那一定是有一定的實力 所以我相信對侯友宜的選情一定會有幫忙 主席金普聰說他要跟你PK,然後把賴清德邊緣化 不會啦,其實他也是學者出身的啦,還好啦 國民黨今天拋說,你拋這個胡茂的議題是在搶這個深藍的選票,你怎麼看? 只有對錯嘛,是不是對台灣是好的,這個要考量嘛 我們不是只有深藍的票,我們所有的票都要嘛 所以要問說這個對台灣的未來是不是好的,這才是要考量的因素 那今天有會特別跟瑪格蘭幸福拉個票嗎? 什麼票我們都要嘛,這個大甲媽祖繞見我走過兩次了 所以來這裡還覺得蠻熟悉的 那怎麼會今天安排來鑽南宮這邊,是要拜會地方的大樓還是什麼? 每天都有行程啊,不是來這裡就是去其他地方啊 就這樣,一天24小時嘛,把時間塞滿就對了 我這過去幾年其實已經淡出正確,這次付出實在是因為我看到了 侯市長他願意啊,頒覆這樣一個重任,因為這個重任牽涉到我們國家未來的一個選舉 也關係到我們下一代來的 這場仗是非常艱苦的仗,但是我願意盡我個人的力量啊 來幫侯市長打贏這場仗 因為這場仗不是為了侯市長 是為了我們國家的未來,跟我們下一代的方式 很多政治人物他也許有不同的特質 我常期在政治圈進出啊 所以觀察政治人物我有自己的一個角度 我跟侯市長其實並沒有在此之前有深交 但是我觀察侯市長 他有一些非常值得珍惜跟敬佩的特質 他非常正直 他非常正派 他很誠實 也很誠懇 更重要他很謙虛 一個領袖一定要謙虛 能夠國采眾議 能夠 禁忠職守 把人民放在心底 侯市長他的表現我長期觀察 他 不滑中取寵 腳踏實地 他也不像在選舉時候常有一些候選人 他們都能夠有機制取巧的這種對話 或者是常常提出一些投機近視的政見 我發現他都是一步一腳印穩穩的走他的路 而最近的這個整個局勢表現 侯市長是在一個非常艱困的政局之下奮鬥 我個人經過長期思考之後 我覺得 他是一個值得幫助 我要盡舉之力 一定要幫侯市長打贏這場仗 我們希望 在2024 總統就位那一天 侯市長就單起 帶領國家走向一個更安居樂業 和平的未來 謝謝各位 各位媒體好朋友們 大家早安 今天 侯友宜 這一次總統參選的過程當中 在今天正式對外 我們從7月1號 我們所有的選辦 辦公室裡面 我們特別 拜託 邀請了 金普聰前 秘司長 來擔任我選舉 競選辦公室的執行長 執行長 負責選舉的方向 策略 規劃 執行 並統合所有的戰役 所以執行長 是我在這一次 競選的過程當中 最重要的 領軍 這一方面 特別我相信 我們 黨團 立法院 的總召 我們的曾明中 立法委員 來擔任 我子之 在這一次選舉過程當中的協調 以及跟黨部 統合戰力 在我們的選辦 辦了一個組織裡面最重要的推動 擔任我們選辦 組織召集人 那這當中 有兩位護召集人 一位是一直 一直長期來給我幫忙的 林洪池 護召集人 當時我在選舉過程當中 做了總幹事 另外一位在南部 非常鮮熟 在台南市 在去年選舉過程當中 表現非常亮眼的 謝龍介 來擔任我們的 子之 護召集人 當然我們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國政顧問團 因為有很多的專家學者 也有很多的政策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很實務 有經驗 尤其能夠統合各學者專家 以及實務單位 能夠落實自己實行 非常有經驗的杜祖金 以前當任過行政院的副院長 來擔任我們國政顧問的 召集人 所以在兩位召集人以外 我們還會不斷地在 金執行長和代理 我們會不斷地在擴大更大的人才庫 包括很多在中南部甚至在北部 我們都可以繼續延攬 畢竟我們還有很多人才跟我們團隊 在密接的配偶缸中 他們也期待如何加入我們的團隊 那這部分我們會持續地不斷地 再徵求更多人加入團隊 當然我們有立言也有立法院的立委 都會跟我們並肩作戰 同時黨部也會參加我們這一次的整個選辦的 整個在組織 在整個各縣市所扮演的一個角色 那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我們在選舉的辦公室 因為這個規模比較小 未來7月1號以後 再搬到板橋另外一個地方 再會正式給大家做一個報告 今天我再度謝謝 這麼多的好朋友 尤其金執行長 已經多年 對政治來說他只關心 這一次是我特別再三的拜託 還願意 為我們中華民國 為台澎金馬這塊土地 對他的價值跟信念 帶著我們所有的選舉辦公室的團隊 一直往前走 我們非常的敬佩也感動 我們一定攜手合作 贏回中華民國 贏回台灣這塊寶島的安全 讓我們這塊土地的人 以我們的努力 能夠永續和平安定環柔 再度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我們侯友宜總統參選人 來介紹我們新加入的競選幹部 吃夠了 試圍 fora 便告 rost